《卑智无尽,死命群生,随缘妙用,洞彻世界宗教是一家的本色》 为佛教证明为佛陀教育,是老和尚出家后第一桩大事 而近年来团结多元宗教,为宗教证明为主要的教育,重要的教学,尊崇的教化,更是其重要的理念 但是这两个字反得好,这个意思太好了 照中文的解释,宗,居,主要,重要,尊崇的三个意思 那教了,这就是教语,教学,教化 那后期来讲,宗教是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学,值得尊崇的教化 多元宗教交流,是老和尚除讲经教学外,一桩重要的大事 2009年10月,2011年3月,老和尚分别致悉尼拜访澳洲多元宗教各个道场 2010年5月,老和尚应邀为马来西亚宗教代表团护问,访问范迪冈 交流中,教庭对信众人数年年减少,甚感忧心 对世界灾难频增,更似化解之道 老和尚特别提出,宗教若只偏重于祈祷 则世人多认为迷信,对社会无所贡献 唯有提倡宗教教育,深入学习,真正落实 才能使世人对宗教升起信心,明了祈祷的理论医治 今日世界动乱之游,即使东方社会忽略圣贤教育 西方社会舍弃宗教教育 宗教信仰者,唯有不断深入圣贤教育 才能明白多元宗教,文化,学术,本事一体 世界本来和谐,则一切冲突纷争 天灾人祸自然化解 2010年7月时,静宗学院正式开办多元文化课程 并以温馨晚宴为平台,加强多元宗教的交流 多年来,老和尚与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长老 新加坡回教长老哈比哈山已皆为好友 数次应邀至祈祷上,续敬畅谈 对多元宗教团结,相互学习的理念深有共识 印尼已故前总统瓦西德长老 更为老和尚国际上难得的知交